从市场买的香菇去掉香菇梗 咱们香菇梗留炸净 然后把香菇投洗一遍 好 然后把香菇切成薄片 咱这片一定要切的薄一点朋友们啊 香菇这种食材是咱们平常百姓 餐桌上经常吃的一种菌类 这种香菇呢非常好吃 而且价格呢也不准太贵 今天秋日哥就大家伙上 爱怎么做更好吃 水里边加入精盐和白糖 调个底味 水烧沸之后咱们下入香菇焯水 香菇保持水烧沸的状态 煮一分钟然后捞出控水 料头咱们切点葱花 再切点姜末 再准备两根小米辣 顶刀切片 再准备一个青椒 把辣椒籽去掉不要 然后切成丝 放在盆里 提前把锅制好加入食用油 再放上控完水的香菇片 把香菇先煎炒一下 这样能有效的增加香菇的香味 香菇下锅煎炒一分钟左右 把香菇里边的水汽给它煎炒出去 然后咱们倒出 咱们倒出备用 另起锅加入一点底油 放入葱花姜末和太姜丁 把料头先炒香 料头下锅炒至20秒 把香味炸出来 放入香菇 海鲜酱油 放15克 提味提鲜 蚝油 8克蒸鲜 老抽8克 调底色 精盐3克调味 白糖1克 提鲜 合味 再放2克鸡精 蒸鲜 简单翻炒两下 把调食料炒至融化的状态 咱们放入青椒丝 简单翻炒两下 把青椒丝炒至炖伤的状态 您吃过之前 咱们放点香油 增加菜品的香味和亮度 家常炒香菇制作完成了 车给您尝尝味道 香菇的口味非常好 嫩嫩滑滑的 而且非常入味 太香了 配点大米饭呢 那简直就没质了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 家常炒香菇 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常给全哥留下一个免费的帐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